大家好,我是小博 今天由我为大家继续讲解 主要一部境界MyBetis框架 那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个MyBetis核心配置文件的介绍 那今天就开始进入我们MyBetis映射文件的使用介绍 前面我们一直说 MyBetis就是通过它的映射文件来进行它的整个数据固操作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着重看一下 它具体是什么通过这个映射文件来进行操作的 那前面呢 其实我们已经通过一个完整的demo例子 给大家展示的一个数据库的查询 那我们现在呢 就仔细看一下它这个在映射文件上面的一些配置 那前面我们知道这个例子呢 是通过调用一个map 进行了一个数据库的一个student表的一个查询 那在这里通过配置 我们前面知道它怎么经过配置的 最后呢其实是调用了一个这个配置文件 就是这个map文件 那这个就是它的map映射文件 那在这儿呢 它其实是调用了这句话 这是一个查询的映射 这里的id呢 和我们这个 定义一个map接口 这两个名字是一样的 对应起来的 那通过定义这个接口 使用这个名字呢 mybetis就能够直接找到映射文件里的这个id 然后进行这条c code语句的查询 同时呢 它的参数类型是一个run类型 这里就是配置参数的 也对于我们这个接口方法里面 所定义的这个接口 接口参数 最终呢 它在我们的这个执行 主函数路口之后呢 直接通过map调用这个函数 来进行这个 c code语句的执行 就是这个c code语句 那翻译成我们这个jdbc啊 其实我们讲这个mybetis最终 都是通过底层的jdbc来操作的 经过我们前面对这个配置文件的介绍 核心配置文件的介绍 还有整个执行流程 mybetis的执行流程 其实我们知道 它其实运作的过程 就相当于是 这个jdbc的操作过程 定义了这样一个c code语句 然后呢 再preparestatement 然后呢 把这个参数给设置进去 那这一大段的操作呢 其实呢 就通过它的这个映射文件 很简化的这道配置 并且通过这id的关联呢 就可以执行操作起来 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mybetis最简单例子的简单介绍 那关于具体的这个配置文件的 这些类别啊 其实呢 我在这儿不太会给大家去 一项一项介绍 想介绍那个核心配置文件的一样 因为在这个课程当中呢 我们在这儿进行到这个 map的映射配置之后呢 还是以实用为主 教会大家怎么使用这个mybetis 那其实这儿呢 在介绍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呢 我这儿大概会准备 四样主要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curid的基本操作 然后呢 就是它的参数设置 和它的结果级的设置 最后呢 给大家详细介绍 mybetis里面怎么 进行一个符合查询 其实对于一个商业项目而言的话呢 数据库的操作 我们要掌握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增商改的事物 在这项目里面是怎么用心的 这个对项目来说非常重要 还就是它的数据表结构 那就会牵涉到很多很多的符合查询 所以大家呢 只要掌握了这个mybetis 这边说的这些内容呢 基本上在应付一些商业项目当中啊 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这个curid的基本操作 那前面通过这个前面的例子啊 我们对于这个查询的操作啊 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了 对吧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它的新增删除 跟修改是什么操作的 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student的map里面啊 我们定一个insert的这个插入的接口方法 这是传入什么参数呢 我们想我们插入一个student进去啊 我们应该丢一个student对象进来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insert文件里 就是我们来写这个insert的这个insert文件 这id呢 就是刚才我们的接口方法 这是我们要传入一个参数进来 parameter type 那很显然是我们这个student对象 student对象 我记得我们以前收了一个别名在这儿 ok 我们就用这个别名 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去使用它完整的包名了 ok 在这里呢 我们就写入我们的insert语句 insert to student 然后把这边的这个数据库的字段 搞过来 id n blessed 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sickle语句嘛 insert的sickle语句 values 那这里注意呢 就是我们这时候要插入的 就是我们的一些传入的参数 那这里我们已经传入了一个类型student 这呢 mybit是会把我们这个传入这个student的属性啊 封装成我们的这个参数 就相当于那个preparestatement里面 设置参数的那个问号 通过它来进行setpreparestatement 属性 student的属性 student的属性 n blessed 建设 ok 然后回到我们的这个man方法里面来呢 我们来 把这个方法执行一下 先把上面的呢 查询注释掉 然后调用我们这个map的insert方法 刚刚定义的 insert 我们需要现在需要一个student对象 我们可以先实力化一个 然后把这个student的一些属性给设置一下 setid 我们就26 它是street的类型 setnone 在它的birthday 然后把这个student的设置进去 还有一个性别的属性 我们也设一下 setgender 创容map map 好 我们来自信一下 哎 它这边出错了 我们看报什么错 嗯 它报这个gender出了问题 那其实这个gender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记得 我们以前在 讲这个typehandler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例子 我们特意把这个 student对象 它的gender设成string 但是在它的这个数据库类型里面呢 我们把它的gender设成int 中间做了一个typehandler的转换 在这个typehandler里面呢 我们是 用到了它的返回值的时候 如果返回值 是0的时候呢 把它返回成mail 1的时候 返回成fame 那在现在这个例子里呢 其实是需要用到它的这个设置参数者 比如说我们设置参数 现在是设置了一个mail 但是呢 我们需要插入数据库是0 对吧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需要使用这个typehandler 来完成这个insert的例子 那这里呢 在我们的配置文件里面啊 就像这里 返回值这里 做了一个转换 我们在这个插入参数这里呢 也需要做一个转换 就是这样写 这个在文档上其实都可以查到 我就不去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讲 这些东西大家可以在文档上查到 就像我们这个自己定义的这个typehandler了 OK 然后我们再执行一下 嗯 还出错 sorry 这个参数写错了 应该少了 应该还有一个r在后面 typehandler了 再跑一下 又有新的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 查到这个返回值不匹配 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那个定义的这个接口啊 嗯 哦 这里有问题 我们没有定义返回值 却给了它一个返回值 这个insert的返回值 应该是 我们把它设为空 哦 在这个map里面看 刚才只有这个parameter 没有没有设这个 像这个查询一样有个result 没有没有设这个东西 把设为空我们再试一下 哎 哦 是没有异常了 那我们查一下数据库呢 有没有值呢 那数据库里面来 我们来查一下 没有值 插进来 对吗 那其实呢 这里是什么原因呢 那就是因为 我们前面讲的一个事物的操作 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以前设置这个 讲这个核心文件配置的时候 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个 chancelling manage 把它设置成结底bc了 所以它的这个事物配置方式 我前面讲了 就是根据这个结底bc底层的事物是一样的 那回想结底bc底层的事物 我们在insert里面 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 commit这个动作 对吧 所以在这里一样 我们也需要写这个东西 就是 setting commit 那如果说是有异常的话呢 我们需要rollback 所以一般来讲是这样的 我们还要写一个这个东西 这块我不需要了 当然我们现在这边只对单表进行操作 所以呢 其实 没有一个失误回滚的过程 但是呢 对于我们这个demo 例子我们要把它加上去 才能完成这个 insert的操作 我们再跑一下 OK 那数据库里再看一下 哎 插进去了 OK insert例子呢 我们就看到这 那下面呢 通过这个insert例子 我们再来看这个update delete 这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在这边把它给简单实现一下吧 嗯 update sident 这个和每个参数呢 这个和每个参数呢 其实就一样 我们传一个sident对象进去 进行操作 好 还有呢 delete update 在我们的map印射文件里面 我们写上这两个数据库的操作 update update student parameter呢 我们自传的student student跟它是一样的对吧 然后 delete 所以我们这边的这个两个id啊 一定要和这两个id一定要和我们的这个map印射文件里面这个是 方法名要相同 方法名要相同 ok 在这里我们把两条cqg给写一下 update student sident 假设我们把它的这个名字改一下 set then 等于 传过来一个字 and then then where id 也是传过来的一个字 然后这里是delete well out but sident 那我们就只需要传入一个Name和它的ID 那我们构建一个State对象 比如说我们就更新这个ID为26的 刚刚我们插进去的这个对象 其实就把这两句卡过来吧 刚刚我们印象到数据库里的这个ID为26对象 我们把它名字改成 周晓博1 OK执行一下 执行的CQEG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里有没有做变化 OK修改成功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这个Delete方法 就是由Delete只要传一个ID进去就可以了 当然多传一个关系不大 对吧 这是他不用的而已 我们把这16的对象ID为26的对象传进去 我们来执行一下 当然上面的这个 我们把这个Name注视掉了 不要误导我们 不要误导我们 然后我们再跑一下 OK Delete语句答应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数据库 OK 被删掉了 那这样呢 就是今天带大家就看了一个我们MyBetis里面这个真相改查的一个基本操作 那大家同学们在课后呢 练习一下 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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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